生活就像巧克力 在你没有打开盒子之前 你不会知道你的下一块巧克力 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味道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请点一下关注 谢谢 这是电影阿甘正传里面的一句台词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部电影 电影里面的阿甘在不停地奔跑 虽然他有残疾 智力也低于常人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弱智 但在电影中的阿甘却是大智若愚 他各种傻傻的行为 却让大部分的聪明人 显得如此的愚蠢 这部电影里面最深刻的内涵 就是这种反讽 也可以说是 我们自认为自己聪明的一种反省 当然普通的中国人看这部电影 觉得是一部励志片 是一部喜剧片 这个只会跑得傻子 可谓是傻人有傻福 不仅抱得美人归 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财富 成为了成功人士 很多人喜欢阿甘正传这部电影 是因为阿甘很成功 他还赚了很多钱 有了钱 哪怕是一个傻瓜 又有什么所谓了 我们大多数聪明人 都会选择有钱的 不管他是残疾 还是傻瓜 当然这只是电影里面的虚构的 而在现实之中 有没有阿甘呢 最近我就发现在中国也有一个像阿甘一样的年轻人 他就像电影里面的阿甘一样 是个残疾人 智力也不高 但是很能跑 他的故事却和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完全的不一样 他的名字叫黄冠军 他参加了这一次甘肃的马拉松长跑 也是这次马拉松长跑运动中 死亡的21位运动员之一 在甘肃的这次马拉松比赛中 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马拉松 按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比赛遭遇了天气的突变 172名选手中21个人遇难 比例达到了10%以上 超过了一般现代战争的死亡率 有细心的网友们发现 与此同时的巴以冲突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 连续7天的轰炸 也只造成了以色列10个人的死亡 而很讽刺的是我们的一场马拉松比赛 只有172人参加却死亡了21个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阿甘的故事 他叫黄冠军 是一名来自四川的选手 34岁的他 是2019年全国禅运会的马拉松冠军 也是参赛者中唯一的龙亚人 他出生在四川绵阳北川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北川是2008年文川大地震中 伤亡最大的一个县 全县死亡失踪的人口达到了近2万人 是这场地震全部死亡失踪人数的四分之一 正后北川县政府异地重建 重建的地点由当时的福锦涛亲自命名 叫做永昌镇 这里就是黄冠军的家乡 当年21岁左右的黄冠军小心躲过了这一劫 但他的厄运来得比地震还要更早 早在一岁半的时候 他因为打针导致了药物性的耳聋 从一岁半开始这个世界对于黄冠军来说是无声的了 从此以后他成为了一位聋哑人 因为他当时打的针是中国最流行的连梅术 沁打梅术导致的药物性耳聋 在那个年代有这样遭遇的中国孩子有很多 去年参加春节晚会舞蹈节目牵手观音中的21个演员 就有18人和黄冠军一样 都是小时候因为打了这些药物导致成为聋哑人 黄冠军家里条件不好 父亲是街头卖水果的 家里还有个妹妹 上到初中二年级 黄冠军就退了学 然后去成都打工 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给残疾人提供的选择很有限 打工也无非是做小工送外卖一类的工作 他还沉迷过游戏 眼看就要突费的度过这一生 正是跑步把他从命运中拔了出来 从小黄冠军就喜欢跑步 2014年左右他发现自己因为打游戏而生活不规律 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于是就恢复了跑步 从此开始参加四川省残疾人运动会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2019年他拿下了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第十届残运会 及第七届特奥会田径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他终于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希望 在获得冠军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用手机打下了一行字 自己的跑步生涯不会终止 以后还打算从事与跑步相关的职业 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 只有在他跑步的时候 他才是人人称道的大神 是带领马拉松爱好者 跑遍市里所有赛道的绵羊一哥 其余的时间里面 他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残疾人 虽然他拿过全国残运会的冠军 可残运会每四年才开一届 黄冠军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太好 只能靠不停的参加比赛拿奖金 以此维持生活 作为每天都要进行三十公里训练 经常参加高强度比赛的人 他却常常用泡面冲击 如果没有赛事 他吃饭都成问题 有一位长跑的爱好者黄龙 会经常接济黄冠军一些钱 保证他不会断粮 这次甘肃的一百公里越野跑 第一名有奖金一万五千元 前十名最少也有两千元 这对于黄冠军来说 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为了这场比赛 黄冠军赛前专门吃了一顿羊肉 他一般只穿主办方免费提供的衣服和鞋子 但这次是第一次跑一百公里 他专门买了一双新的跑鞋 伴随着他离开这个世界的 正是这双新的跑鞋 在这场死亡的比赛中 跑得越快的人 离死亡越近 黄冠军从比赛一开始 就在第一梯队临跑 以第一的成绩 通过了比赛的首个打卡点 通过第二个打卡点的时候 排名第四名 据一位姓陈者张小涛回忆 出发二十公里后 他超过了黄冠军 当时我还和他打了招呼 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又摆了摆手 意思就是听不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聋哑人 当时他的状态已经开始不好了 事故就发生在从第二个打卡点到第三个打卡点的八公里之内 最后冲在最前面的六个人里面 只有张小涛活了下来 本来勤朗的天气突然狂风大作 体感的温度顺速降到只有零度左右 而黄冠军和大多数顶级的跑者一样 为了减少重量只穿着短裤和背心 另一位姓陈者高爽说 风裹着雨点打到脸上 像密集的子弹打过来一样 真疼呢 在发现自己出现失温的症状后 高爽立即放弃了比赛 即时撤退 终于生还 如果即时放弃比赛下策 黄冠军也许能够幸存 然而他没有 黄冠军为什么这么拼呢 因为只有名字好 他才有奖金 因为只有有了奖金 他才能够维持生活 哪怕是为了这次比赛的一千块钱奖金 他也将坚持到比赛的结束 黄冠军的理想 是做一个聋哑学校的体育老师 他曾经给绵阳市聋人协会的主席发微信说 你好周主席 能不能帮助我一下 我想当体育老师 我有技术 专业 经验 我不在乎工资多少 我就喜欢当体育老师 但是很可惜 没有编制 没有这样的机会给他 于是黄冠军依然参加了这一次 最后的马拉松死亡之赛 黄冠军的微信头像里面 有一句话的签名出自电影《一万公里的约定》 在这部电影里讲述了男主人公为了完成一万公里的马拉松目标而奋斗的热血故事 这句话是 我要热爱痛苦 我要跑赢全世界 这就是中国的阿甘 一个真实的阿甘的故事 这也是中国人的小康故事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